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族自治县地处卡斯特地茂区 这里有一个用石头去起来的村落 一个古村是用石头建成的 这在中国的古村寨当中不算罕见 可那里不但房屋路面全部由石头建造而成 更为稀奇的是当地的人们竟然用石头来煮汤 据说味道还特别的鲜美 这个村子也因此有一个与石头煮汤有关的名字 叫村岩古屯 石头煮汤这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古屯的石头能够煮汤呢 并且这里地处卡斯特地区 水土流失严重 古屯的居民又是如何利用石头资源摆脱生存困境的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如何在数百年来借助地形优势 使古屯免于匪患侵扰的呢? 当设置组抵达川岩古屯 迎接我们的是一座巨大的川山洞 就像风鸾叠帐中的一扇天门 洞外军山环抱 洞口在几十几十街之上 设置组跟随着当地村民设计而上 据村民讲 这里在古时可谓是移动川乡前的交通要塞 原来这个洞是天然形成的川山洞 穿过了这个山洞便来到了川岩古屯 展现在设置组眼前的是一座宁静而古朴的村庄 这里的路全部由石板铺成 房屋也是石木结构 屋射边是石头垒起来的石墙和石篱笆 提起川岩古屯的石头 村民滔滔不绝 屋射在这里 就拿起来包看 这个天看啊 头看啊 海中的珍贵的 这些主要汤汤啊 那这种汤汤的石头到处都有吗 有有有 全然是这道具都有 石头煮汤 这听上去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会用石头煮汤呢 这时 一位穿着洞足服饰的小女孩 引起了设置组的注意 原来今天是这个小姑娘12岁生日 她的母亲正帮她梳妆打扮 我看到这个小姑娘的发饰特别好看 我女儿今天刚好嘛 12周岁 这个发簪是用什么做的呀 这个是我们冬家祖传的 冬家人的东西 老一辈她就是带那种石簪 现在为了漂亮为了轻巧呢 现在比较精密一点就用这种 把帮子煎起来呢 带起来比较轻巧 看起来比较精致也比较漂亮一点 那这个发饰现在它的造型和图案 是有什么含义吗 河里面有鱼 你看我们这里就是河里面的鱼 还有鸟 花 黄 就是这样做出来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山里人家 只有山有水 戴着的这个项链也是有石头 这是有什么特殊的 三个石头有点寓意 出生的 出嫁的 老年的 三个阶段 辣椒代表了红红火火 也是代表它以后的人生过的红红火火 就是这样 孩子的母亲告诉考察队 这个窜岩古屯的这个人们 认为石头是有灵性的 他们相信石头呢 可以给人带来好运 辟邪 驱吉 所以每逢重大的日子 都会用不同的石头制品来祭奠 让人没想到 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寨里 人们对石头都带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那么村民说的能够汤的石头 又是什么样的呢 石头煮的汤又有何特别之处呢 村中的一位老人 在得知我们的来议后 向我们讲了石头煮汤的故事 我们问我们的祖先 他是告诉我们这个石头是很神的时候 然后就用这个石头煮汤 这个汤煮起来又甜又香又鲜的味道挺好吃 为了探寻石头煮汤的奥秘 设置组决定中午去老人的家里 品尝一下石头煮汤的味道 老人欣然同意后 队员跟随他的家人 一起去聚村寨约500米外的山上 采集当地人们用来煮汤的石头 可是在设置组看来 这与普通的石头并无二致 这种石头煮出来的汤 真的如村民所说 会有鲜美的味道吗 回来了 您好 大娘 菜都洗好了 我要尝一下这个石头煮的汤 有多鲜美 今天咱们做的是什么菜 南瓜还有豆豆 这个是原来的石头 跟着一起煮 从来都没有吃过石头煮的饭 水开了 可以了 我们就准备下锅 我们下锅了 好 这个火很棒 加我们的石头了 石头穿汤 不加任何调味料 这种从未见过的烹饪方式 真的可行吗 屋内吹烟鸟鸟 我一会儿汤就煮好了 好的 看看这个石头煮出来的汤 是什么味道 好不好吃啊 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美味一点 没想到这个怎么有一种淡淡的甜味 也说不上来 还是就是很鲜美的味道 就是吃鸡鸡鸟的味道 给你加一点 队员品尝之后 确实感觉石头煮出来的汤 有一种特殊的鲜美味道 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为了揭开石头穿汤的奥秘 设置组带着两块刚煮过汤的石头样本 前往湖南省淮化沿土矿产测试所 进行全面分析 但需等待一周后才能减出结果 地质专家苏康明 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决定对新黄地区的地质 做一个详细的科考 苏康明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 407队高级工程师 对矿产地质有多年研究 当考察队再次来到川岩谷屯的川山洞时 专家苏老师对当地的地质历史 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小心啊 这个都好抖 看这好多石头 这个是太然形状了 对 它这个石头 其实就是 保存上的这个离子灰岩 跟这个离岩 它是互存的 这个地方就很明显的 我把这个敲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 一到两个毫米厚了 是吧 很微层状的 我看那里是好险啊 是吧 你看这个 这个灯壕 窄的地方是要一米多一点 对 宽地也不到两米 这样一个地方 你看我们从那个 山口底下走上来的时候 一直是悬崖峭壁是吧 这证明我们这个川岩谷的 这个鲜民选择这个地方 还是很有智慧 很有眼光的 学到这么一个 衣服端端 拍的一个地方 守住了他们的站 考察队员 进入了川岩谷屯 这时 队员看见村中的老人 正在用石头 点火抽汗烟 老人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的这个 大火呀 我看到火星了 还真能点着火 我也想试试这个 要打快速 就一下一下打上去就可以 对不对 一下一下打 快速 快速的打 对 出来了 好心 你不是说那么多了 我妈妈去了 妈去了 打的时候 我今天这个 撑好一下 这样对不对 对出火了 来 让它 我觉得这还是很需要技巧的 石头是不是就是咱们通常说的火连石啊 对 我们地质学生也讲硅脂盐 也讲水石盐 这三种都是一种石头 都是一种东西 我问一下 咱们这个村子里这个石头都什么地方有啊 这两个小土 到凡天土 大熬的熬平 这这三个地方有 没有想到 这样一种古老的点火方式 在村年古屯被保留至今 村民说 古屯附近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时候 每种都有不同的用途 有的可以累屋设铺路 有的可以打火 最为特殊的一种石头 可以汆烫 并且村民还说 他们这里家家户户都收藏有一些石头宝贝 在向导的指引下 考察队来到了村民家 在那里 我带你去看 这个是农耕文化 农耕文明的见证 这个就是一个研磨碎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用它来 除大蒜 除生姜 除辣椒 我看这个很快就出汁水了 对对对 用起来还是很趁手 对对对 村民告诉我们 他家里不但有石旧 还有一个会唱歌的石头宝贝 要给我们看 这就是您家的石头宝贝 是的 看看是什么 哇 这是一个石琴 是 是个精美的石头 可以唱歌的 好清晰的声音 对 你能试一下吗 可以 试一下 这个音阶还是很准的吗 是 是 它根据这个长短不同 它音调不一样 它就经过这样一个排列的顺序 就能形成这个音阶 是 漂亮的石头会唱歌 是 没有想到 在一户普通的村民家里 就能看到这么多奇特的石头物件 为什么这个地区聚集着这么多不同种类的石头呢 在窜沿古屯周围的田地里 考察队发现 村民在此用石头建起了层层的水道梯田 这里的人们 叫这样的田地为 岩板田 当考察队来到岩板田的时候 正逢当地举办一场北部洞族地区特有的活动 据了解 洞族人民多数靠农耕生活 土地在百姓的心中也是非常神圣的 生活在新黄地区的洞族居民 会利用田地举办一个特殊的仪式 滚泥田 村里年逢五岁 十岁 十五岁的男孩 生日当天 才可以举办这个仪式 滚南里 大起大成了 滚泥田之前 家长先下田 把田里面的那个荆棘啊石头啊 先磨一下 意思就是说 为小孩铺平前进的道路 当小孩下田之后 爷爷来来爸爸妈妈 会把田间的里头 麻在小孩的身上 表示对小孩的一种寄托 希望小孩能够健康成长 茁壮地成长 这是我们动作 老百姓一种最朴实的一种感情 就是我们亲近泥头 亲近土地 亲近自然 也就是这个意思 要珍惜土地 珍惜自然 爱抚自然 爱抚我们的环境 爱抺乏 愛抺乱 失败 乏 当地的百姓 是一代依靠这里的山石田地生活 很少走出大山 咱们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呀 老人家全校的那是几百年了 几百年三百年了 最开始是怎么想到 用这个石头去砌研瓣田呢 那是就地取材嘛 就地取材 一样什么都酿了 如果石头都酿了 它垮下以后 它那个肉一块 那都不好跟着呢 当地居民就地取材 用石头砌出梯田的围坝 可是川岩自古干旱缺水 水到梯田 如何解决水源问题呢 对此 专家考察周围地质之后 给出了答案 这个梯田它主要你看 就在这个悬崖的这个底部 仔细看一下 我这个悬崖 它这个岩层呢 是接近一个水平的 它这个这种 首先它的溶湿 不那么容易溶湿 然后它是 从我整个城围来说 它是相对的一个隔水层 底下可能灰岩发育 溶动发育 但是我顶部这一层 是比较隔水的 所以它起到了一个隔短的作用 与那个地底下的溶动 它起到了一个阻隔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上面 有土壤发育的话 就会累成这个梯田 就可以种这个水稻 在川岩的周围 考察队发现了 这个地区的岩石构造 多数就是泥岩和灰岩 这两种岩石交互存在 不但可以巩固水土 也形成了这里 独特的古屯风貌 但专家认为 他们对食物的味道 不应有过多的改变 川岩的石头能煮汤 一定另有原因 考察队带着疑问 继续在古屯周边科考 据村民所说 在川岩古屯附近的山坡上 有座母岩 正因母岩的存在 这个地区才产生了 这许许多多的石头 而母岩本身 就是一块极客的岩石 神奇地长在半山腰上 庇佑着这方水土 刚考察队来到母岩 正好遇到村民 正在举办一个 祭拜石头的仪式 人们在向母岩祭拜 放鞭炮进香 男女老幼 前程不已 乍看上去 母岩确实突兀于山体 独立地悬空在半山腰上 这也是百姓觉得 这块岩石神奇的原因 那么母岩为何出现在半山腰上 周边环境 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专家对母岩周边的地质考察后 破解了谜团 它其实就是我们 老百姓嘴里所说的 这个火链石 我们第一次学生 就把它叫做这个龟子岩 它为什么会生成 这一个大块的一整块石头 它有可能就是边上 你看这种 结底很发育的地方 它就崩落了 然后整个这一块 它是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 老百姓感觉这个形象 有点像母岩 所以就对它进行 准备做一些级别的活动 专家说 川岩一带在远古为前海的环境 随着地壳的隆起变化 原始的地质线索 很可能存在于山顶上 于是考察队再次来到了山顶 挖石头的地点 忽然 一只罕见的虫子 爬到了考察队员身上 这是一种竹节虫 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 而且由于本身善于伪装 不易被人查取 竹节虫是远古时期就存在的生物 人类考古发现的竹节虫化石 最古老的距今约三亿年 就在这时 地质专家有了新的发现 这是这个化石 经过地质专家的确认 这里看似平常无奇的石堆 却是寒武纪至奥陶纪的 古生物化石群落 专家还在现场发现了罗类化石 他推断 在远古的海洋环境下 这里石堂内部所含有的成分 与其他地区不同 一周后 考察队再次前往 淮化沿土矿产测试所 去化验结果 我们这个结果现在就是 主要它里面的元素是 钙 铭 还有钾 蜡 还有鑫 这个时候 向他们老百姓拿来汆汤的话 就是说对身体还是没有什么 有害的元素在里面 像我们一般的比较纯的灰岩的话 它是氧化干是要达到五十多 但我们这里只做了三十多 所以这个灰岩并不是很纯的一个灰岩 像那些假呀 那如果我们这里面可能起到一个提鲜 像有盐的作用吧 经过对石头样本的成分分析 原来 卡斯特地区的石灰岩氧化钙含量通常为百分之五十以上 而窜岩的石头样本里氧化钙含量为百分之三十多 证明能够煮汤的石头并不是卡斯特地区广泛分布的灰岩 而是一种含有大量古海洋生物化石的泥灰岩 没有想到海洋环境形成于亿万年以前 却仍能够与现金人们的生活产生紧密的关联 至此 考察队解开了川岩古屯石头煮汤的原因 但是川岩地区聚集了如此多种类的石头 又是怎么回事呢 专家推测 这种含有古海洋生物化石的岩石群落出现在山顶位置 证明这里发生过比较剧烈的地质构造运动 也许还会出现峡谷和断崖 据当地村民说 就在古屯附近有一个大峡谷名叫叶狼谷 正因为有了那个神奇的峡谷 所以村子的人们才从谷至今风调雨顺五谷风登 叶狼谷长约十五千米 横跟在贵州与湖南的交界 距川岩古屯约十千米 专家推测 从地理位置上看 这个叶狼谷的产生应该与湘前大断裂有关联 也许可以在峡谷内部找到一些地质演变的线索 考察队来到叶狼谷 发现峡谷深达百米 就像一个巨人在云贵高原边缘撕开一个裂缝 峡谷内崖壁如霄草木微蕊 考察队速夕而上 不仅在河谷中找到了风水期河流搬运巨石的证据 也见证了在漫长的地质年代 水流切割并塑造峡谷的惊天伟地 当考察队爬到峡谷的一处高地 视野开阔起来 河谷的存在在这个交通上是不便利的 影响了老百姓的出行 也包括我们在川沿 看到那个有这个川洞 形成了一手拿钢的这样的态势 我们的河谷的存在切割了大量的地层 很多延时碎块 为我当地的建房修筑梯田 然后修筑我们这个石板路 我们的石头这个围栏 其实这个就是老百姓利用当地的 这个廉价的石材 为它的生产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原来正是峡谷断裂的产生 让这么多不同时期 不同种类的石头聚集于此 而这些多种类的石头 又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穿岩古屯地势较高 地形复杂 加至石灰岩广泛分布 给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但生活在这里 以动族为主体的人类族群 利用对当地石头的认知 建造房屋 开垢土地 在条件规范的喀斯特地貌区 生存和繁衍了近七百年 而石头煮汤的窜沿 则使当地人们发现自然 并利用自然的有据记忆 在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 石头资源使这个地区的人们 创造了古朴的生存智慧 用石头打火煮汤 用石头建立梯田 种植水稻 又在漫长的生产劳作过程当中 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风俗 据村中的老人讲 以前用石头煮汤 是由于生活物资的匮乏 人们借由石头改变汤菜的味道 可是直到现今村中的老人 仍会用石头来煮汤 因为石头汤汤 已经融进了汤沿古屯的历史 成为一代代人珍贵的记忆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